73岁谭永林日前率领明星足球队来到家乡江门 习起超杯打赛有益 今次的行程 谭永林更顺道 领同行队员来到家乡新会区双水镇的谭氏祠 祭祖 球队一行人受到乡亲百姓的热烈欢迎 小书更流传谭永林在祠祷祖的影片 可见他一身级被重重包围 场面虚砍 相关阅读 日前谭永率领的明星足球队云集江门体育中心 荣获起杯 开赛前 谭永林先到双水镇上邻村 他于社交台表示 这么多年来 我经常听父母说起 但自己 一次回到记忆中的家乡 青年所见 这座有几十历史的祠堂 谭永林更大赞家乡江门新会真的厉害 走出来的明星和名人超过两百人 谭永林为家乡的乡亲们送上新春祝福 即将到来的龙 祝大家龙马精神 万事圣意 小红书上亦有不少 永林回乡祭组的影片及照片 可见谭永林非常 同乡欢迎 谭永林一出现在祠堂祭组集备人群为 加上明星足球队的人 目测现场有半百人 加镜头外有不少草草生 估计现场最少有百人 谭 林除了亲自切烧猪 更上香祭祖 儿童香代表 更前送上一大包米给谭永林 可见谭永林见到如 大排场都感到高兴 拍照时一开怀大笑 之后 一 人在旅游巴上闭目养神休息 谭永林对于这场 赛一心想着许胜不许败 再出发到场馆的行车 目光一脸惆怅 令同行的吴家乐也忍不住开口道 但谭永林语出人意料地说 我渡谨阵间 各必我设呀 当日明星足球队队员有张兆辉 黄华 关李杰 罗嘉英 吴家乐 李子雄 戴志伟等人 各又踢又扭 未受年龄影响表现 而张兆辉则负责 龙门 经过一声欢呼激战后 明星足球队最终以四 三 胜 难得谭永林带明星足球队到江门 前年移居地发展的谷明华一线深热情招待 更趁机集游 谷明华近年在江门开设港市茶餐厅 是私茶档 谷明华放下茶餐厅工作 趁机见老友 看了整场球赛的他也兴奋大叫 正呀 之后谷明华相约他们到酒店吃茶闲聊 见到老友分外兴奋的谷明华 甚至被同行朋友嘲笑 60岁麻甩老追星 而粉丝上身的谷明华更捉住明星足球队的成员逐一合照 非常开心 其他文章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现成要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 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 请立即更新浏览更精彩内容 所谓的设计 整个设计